无论是山坠 恩雨不会变 每日降在你身边 恩雨和路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十年前问我这个问题 我肯定告诉你 我没有想过移民 我们没有想过是加拿大的 从来没有想过是加拿大 都挺大胆的 我在满地之前 我是一次都没有来过加拿大的 没有了以前的生活 没有了随时和家人见面的机会 要走移民这条路 要有心理准备 不是一帆风顺的 觉得很辛苦 很想回香港 很想离开这个地方 究竟我来到这里 是否一个正确的决定 都困难的 但是我知道每一件事 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 好不错 好不错 不错 满地可老城 奥莫特额 是满地可的历史城区 也是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 放眼望过去 老城的建筑充满浓厚历史感 有一些建筑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 虽然这里是北美最古老的城区之一 但身在其中并不会令人觉得沉闷 因为很多旧建筑已经被修复和改造 变成特色餐厅、精品酒店、艺术品和纪念品商店 将新和旧、现代和怀旧、商业和文化 融合得非常好,也为老城带来活潑的气息 作为加拿大第二大城市和世界第三大法语城市 无论在经济、历史、文化和教育上 满地河都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 也是很多人理想的移居城市 Vincent、林伟杰在香港从事电脑方面的工作 因为公司在满地河有一个空缺 它保住一个将来可以移民的目标 决定调职来到满地河 希望给家人一个更理想的生活环境 我觉得当时我和太太的工作 其实在香港都很稳定 生活上都没有太大问题 但当我们的小朋友出世之后 我就开始想他的成长 我其实会觉得小朋友在香港的成长压力 是相当大的 我都去想会不会另一个地方的教育 是没有那么大压力的呢 就是小朋友可以更多空间 更多的自由去成长呢 后来公司有一个机会 可以在满地河这里有一个空缺 我就拿那个机会 把工作调到满地河 Vincent是以工作签证来到满地河 之后再申请移民 同样来自香港的Frankie、麦永祥 就选择另一种方式 他一开始就直接申请投资移民 因为我自己的年纪开始大 很多所谓计分、读书的计划 基本上都不适合我 只有一个就是灰巴克省的投资移民 他有一个审查 即是你要达到某一个资产 还有你有管理经验 接着灰巴克省会审批你 省提名之后 你就要交一个金额 作为一个投资移民 接着你的信号便会递上联邦 联邦又要等联邦的程序 现在我们看回差不多要四年的时间 联邦才会批你移民 我们始终都是为了下一代 为了为了子女 我们没有朋友、没有亲人 真的什么都不懂 我自己都很伤感 我想最伤感就是离开 飞机离开跑道的时刻 都觉得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放弃以前的工作 离开亲爱的家人 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Vincent和太太Ariel 经历了一段很长的适应期 转变很大 对于我来说 本来是工作的 然后现在变成家庭主婦 这个转变对于我来说 要很多时间去适应 没有了以前的生活 还有没有了随时和家人见面的机会 有时候一个人在家里会哭 其实都可能应该有点抑郁 都常常问祈祷 问神 这种这么负面的情绪 会何时离开呢 加拿大的冬天很快天黑 就算我下午下午下午 就算我下午下午下午 那天已经是黑到 好像香港的晚上十二点 我试过有一次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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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出地铁站的时候 那天比较大风雪 迎面吹来很冷的风 有很大的雪 雪粒就打到面上 那天又黑了 有一种披升大月的感觉 走回家 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 究竟我来到这里 别离了家人 自己的原生家庭、父母 要在这里开展一个新的生活 那是否一个正确的决定 很多时候在我移民的 头一两年 每一天都会想这个问题 另一边 Frankie和太太Flora 就因为身份问题 语言沟通困难 女儿升不到班等等的问题 而感到沮丧 我自己来说最不适应 就是这里的步伐 真的很慢 做事很慢 好像我们去年11月已经驗身了 很多人就说很开心了 很快的啦 Flora 很快就有lending paper给你了 今年已经是九月多了 一年后的今天 都没有给你 我两个女儿现在在读功效 所有的文件、通知 甚至乎家长会 她们都不会跟你说英文 都是说法文 基本上我们参与程度是很低很低 我们来的时候 是读英文私校的女儿 在这里是读英文私校 只是女儿觉得 嗯 妈咪 我在学校都是学法文的基础班 不用那么多钱了 不如我就去读功效 读法文 省点钱 所以我们就去了功效去读 进去呢 首先去第一间学校 那些老师很适合 每次上课都是播视频 每一次接女儿放学 一上车就让Coudi 那样套着自己在这里哭 即是你看在眼内 你就痛在心中了 我们都和她原先的学校 反映过的 校长说她的成绩很好 以这么短时间 她有这样的成绩很好 九月我就帮她升上 WELCOME CLASS的Level 3 讀半年 接着就出班了 我和Fanky觉得很好 终于出班了 怎料教育局又将她 由那间学校又调到另一间学校 她又要重新去识认学校的文化 老师又要重新识认同学 那读了好一年 第一个星期 老师就说 你的发文很好 你不应该再读 WELCOME CLASS 但是PANDEMIC 就将你要这样这样 一度这样这样 将这些说话拖拖拖 拖到最后就说 你不合资格出班了 你继续留在WELCOME CLASS 就开始发电了 开始那个情绪就澎湃了 就不断推老公去 问学校怎样 就是很多很多的不满 负面的情绪就出现了 很少容易就哭 很辛苦 很想很想回香港 很想很想离开这个地方 甚至我和Fanky说 我说算了 我们先去英国了 即是去英国 你知道现在香港人去英国最简单 我说去英国等了 我不想了 我说这间屋放在那里 就算了 什么都算了 整个事情都不想去理 这间屋不想去执 事情都不想去做 虽然困难压得人透不过气 但是作为基督徒 Franky和Flora知道 他们一家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 会聆听呼求 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 疫情做到很多的不方便 但是疫情做就了我们 譬如先生或者我自己 在与上帝的关系很大跃进 因为我可以在网上 听很多的道 即是可以一天 平时我们一次的崇拜 但是我们可以 六、八、六又看看 礼拜日又看看 我参加很多 我们香港教会的主日学 听到很多有分量的讲道 很多反思 还有在困难当中 我们学习如何去 不要看困难去看恩典 所以我们星期二 会每晚自己一家庭的祈祷会 会唱 每人负责大师歌 会生活分享 祈祷的时候 大家都经常将 荷业上的问题 都拿出来谈 讲 祈祷 人的方法真的很有限 即是倚靠神 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 我觉得要做一个新教 给女儿听 我们不管得事不得事 我们都要祝上帝 而Vincent和Ariel 同样在困惑和鱿鱼当中 坚定相信主耶稣会看顾 虽然他们有失去 但亦有宝贵的收获 可能我以前的生活就是 倚靠着自己 倚靠着自己的工作 去到这里 现在这一刻什么都没有了 唯有去倚靠神 因为其实我都会计 其实 整个家庭的收入是少了 超过一半 但是神的恩典仍然 叫我们可以在这里 有足够的生活 叫我们去倚靠它 不是我们自己的眼睛去看的东西 我在这里 多了很多家庭的时间 其实就 还有 譬如这里夏天 日照又长一些 我就算 譬如我五点钟我下班 我回到家 我竟然可以去公园 跟女儿玩一会儿 可能玩到六点多 甚至七点 天天还很干的 然后才回到家 吃晚饭 其实以前在香港 我七点回到家 是放工的 但是我现在多了一个时段 原来我可以 跟小朋友 去公园玩一会儿 才有些亲子的时间 我觉得对整个家庭的 关系 小朋友的成长 都很正面 我自己也觉得 神一步一步地 去带领我们去经过 虽然是很漫长 但是你要有个信心 去望得见 有一天你会出去 出去 你是我神 是我的衣帮 在我无作困苦中 你在世听擦寒 是我盆石于清酒 是我高台月诗歌 你看须我 你保守我 从满地河老城 走到圣劳伦斯河岸边 就可以见到 旧港 Old Port of Montreal 有科学中心 劇院 中楼 河滨报道 摩天伦 高空滑索 旧港从一个 失去公用的码头 变成受欢迎的新地标 同样 透过朋友的帮助 以及教会的支持 Frankie和Flora 亦从毫无头水的困难中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 有个朋友 就私讯我 她说 Flora 今天有一个设计 专业是for newcomers 你看有没有兴趣 Frankie 不知为何 她说 好啊 就试一下吧 两点半就准备了 准备的时候 好 感觉很温 她不断问你有什么问题 我一说我就哭了 就是说女儿的情况 我就哭了 她的姐妹Dansy 就写回来 那几天就打电话给我 详细谈谈谈 跟她的女儿谈 跟她的女儿聊 她的女儿居然是在英文中 读령的 读法文 和学生起身 还专专由LAVA好远 駕车下来 我记得很冷又下雨 等着下来看女儿 接着就陪女儿去买习习习习 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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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记得 那晚见完姐姐回来吃饭 大女兒跟我說 媽媽 我終於找到一個 覺得自己重生了 我覺得在隧道裡找到一個亮點 我懂得向著方向 聽到之後我又想哭 自從那次之後 整件事情就有很多改變 有弟兄很主動去找Frankie 就說我們逢星期間 推銷男士的東西 你有沒有興趣 Frankie又說 好啊 進去吧 到最後他發覺 裡面很有營養 裡面說的東西很有啟發性 他能幫助你成長 幫助你思考 反省 他每個星期四都 晚上就參加了 記得有一次 他在下面又去參加 很開心 兩個女兒在這個廳看電視 就說 爸爸應該很喜歡這個團契 你看看他 很開心 很投入 接著就是看到老公的改變 看到他的人 都沒有夠時間那麼緊 會交給上帝 就像我一樣 順福 我們一起 這樣 他跟我們分享很多 他怎樣跟女兒找學校 在學校遇到的難處問題 還有很多生活性 比如說家居的事情 冬天 汽車問題 我聽的時候 發覺他們的挑戰 都真的挺大的 不過他們通常 生完一輪之後 他們都會覺得 上帝會看顧保守他們 給我一個印象 就是他們其實 在神裡面的信心 是很大的 面對他們的難處 很多人說 你來到加拿大 享福 但我真的不覺得是 有很多難處 幫助你成長 但你真的要依靠神 抓住他的手 一起跨過 你在難處當中 你會學會很多東西 不論在信仰上面 在生命上面 你真的會知道 應該怎樣走 Frankie一家 在困難中 見到神的帶領 而Vincent一家 亦因為一路上 得到很多人的幫助 他們想把這份關愛 傳遞下去 我最初來到 很多人去幫我 安頓生活 甚至介紹我 哪些地方比較適合住 有些區比較安全 適合一個家庭去住 有很多很好的意見 給一些我們不熟路的新移民 有一次就回教會 聚會去團契 其實就是坐在旁邊 有一個弟兄跟我說 你有沒有需要幫忙 要不要買一些日用品 我可以幫忙 我們通常華人都很客氣 可以了 我可以自己應付到 很客氣地回應他 然後那個弟兄再三地跟我說 你不要客氣 你一定要發聲 去跟我們說 我們可以幫忙 他再三地說 其實我是想買一部電視的 我就跟他說 我其實想去買一部電視 其實也不是很大的 一個32吋 但是 如果你當沒有開車的時候 你真的手持電視 這樣搭公共和交通工具回家 是困難的 也都試過 有弟兄去送我 去買一些生活用品 開頭來到那個 因為以前沒有開車 在香港 不懂得一些安全的想法 我就把我的背包 就這樣放在後座那裡 雖然我也知道 我沒有貴重東西的 我以為沒有所謂 放在後座那裡 買完東西出來之後 兩個小時左右 就不幸運 弟兄的車被人搏了玻璃 那背包當然不見了 很感恩 弟兄他 繼續都很不辭勞苦去幫我 很感受到 教會的弟兄姊妹 他們很有熱誠去幫人 就算有時 他可能一些新認識的人 新移民 需要很多的幫助 甚至會帶來一些 自己本身的不方便 也好 一些損失也好 那我發覺 教會的弟兄姊妹 都繼續很耐心 很熱心去幫助我們 一些新移民 也都令到 我和自己的家庭 我和太太 其實都很受感動 因為近一兩年 都很多香港的人 家庭 他們都會有一個移民的打算 由他們還在香港 他們開始做一些計劃 現在網絡已經很發達 可能我們已經有很多群組 他們會問一些意見 這裏的生活是怎樣 之前一些前輩給我們的幫助 都很激勵到我們 即是我們都應該去幫助一些 接下來的新移民 給他們一些意見 甚至他們來到 好像我當時的情況 沒有開車的 但可能他們都要安頓好 開頭生活需要的東西 可能幫他們做一下司機 有些地方指引他們 去哪些部門辦手續 要留意的地方 將他幫助人的做法 再傳遞開他 Vincent他很樂意 提供一些實體的幫助 車出車入 介紹這件事 你會發覺他們的動力 發自內心 我心底裡 我會覺得他們應該 好像一個鏡子 將我們當初教會 如何接待他的事情 他好像翻版 做法處出來 我有時候都會問 為何要來到滿地海的地方 神給我有甚麼 mission 去做 前兩年開始見到 很多香港人來的時候 因為我本身有個 Facebook有個媽媽 香港媽媽群 然後發覺很多人問 有移民的問題 然後我就想 神是否要我去 用在這些地方 去幫助這些人 有些人 初初過來想回教會 我們會幫助 接待他們 如何帶他們回到教會 裡面 那 我覺得這是我的任務 今天是Ariel帶領唱詩歌 雖然因為疫情的關係 Frankie和Vincent 大部分時間 都是參與網上聚會 但是當教會 有實體聚會的時候 他們也會參與服侍 我們教會的實體崇拜 可以重啟 其實開始的時候 頭過一個月的時候 都是慢慢有一些家庭 開始回到教會裡面 去崇拜 我很感恩就是 其實看到 這群樹木的團隊裡面 不論在影音 或者在拍攝 我現在也有 放在YouTube裡面 還有一些做詩琴 我發覺 看回有很多的 就是這些新移民的家庭 可能來了一年多 或者一年的時候 但是我看到他們已經在教會裡面 參與這個侍奉 我覺得是很漂亮的圖畫 這個也是正正好像神提醒我們 過去能夠關心到這些家庭的時候 今天他們已經能夠投入 在神的家裡一堂侍奉 我覺得是很感恩的一件事 希望能夠 在教會大型節目 繼續的 我們接下來 都應該會更多 香港移民的家庭 希望能夠更加的去關心他們 以及用我們所經驗的人 都去勉勵他們 鼓勵他們 移民這條路不容易走 每個家庭各有各的難處 但是他們並不孤單 因為有前輩分享經驗 有教會朋友的關心 最重要的是有神 一直陪伴在他們身邊 多謝大家收看《恩與之聲》 如果想更多了解這個節目 歡迎打來我們的熱線電話 3106-4444 或者瀏覽我們的節目網頁